各位投資們晚安,歡迎收看選股SoEasy,我是路易斯 那來看今天的大盤之前,路易斯先帶各位投資們來看一下美股的狀況 OK,美股的狀況,那週五美股的時候再創歷史新高 再創歷史新高,不論是道琼,不論是費半,甚至是在納斯達克跟S&P的部分 都是創下歷史新高的,代表說目前美股就是一個牛市嘛 就是一個多方格局,那站上了28000點,這首度創下歷史新高 當然近期來講的話,多數的個股例如是在蘋果,也創下歷史新高 蘋果也創歷史新高,那微軟還有在Google、迪士尼等等的道琼的一個成分股 近期來講的話都是來到歷史高點的位置,所以整體來說道琼指數就是往上推嘛 那往上推的狀況之下,通通留意哦,跟台灣最有關係的 當然還是在台積電ADR以及我們的一個蘋果對不對 這兩個,目前來講的話以蘋果來說創下歷史新高 台積電ADR在周五美股的部分出現一個轉強的訊號 出現一個止跌轉強的訊號,並且站上時日線 所以路易森為近期來講,從美股這個地方來看哦 美股近期來講竟然是個多方格局 台灣的股市這個地方當然就有機會再度向上挑戰 OK,再度向上挑戰 等一下我們用盤面的格局來去跟各位同種分享哦 但是近期來講的話,除了道琼站上歷史新高 市場上還在傳什麼,重點還是在於貿易戰對不對 重點還是在貿易戰接下來到底會怎麼走 到底該怎麼走 那貿易戰近期來講的話,路易斯跟各位報告過 不論是在群組或是影音當中路易斯都一再的提及 貿易戰目前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最大的問題是出爾反爾嘛,是不是出爾反爾的問題 因為中美貿易戰,通通留意哦,中美貿易戰這件事情到底多久了 OK,已經一年多了耶,一年多已經很久了 那中美貿易戰這件事情不論是在每一次的一個談判 每一次的調節或者是每一次的討論或者是在市場的消息面 推特等等,消息面的因素一直影響的股市 一直影響的股市,而且出爾反爾的頻率非常的高 出爾反爾的頻率非常的高 所以中美貿易戰第一階段的一個協議達成了 但是目前看起來又出現了一點狀況 所以中美貿易戰到底怎麼看 其實它會影響後續美股的一個走勢 不過目前來講路易斯也跟各位報告過 市場對於這個消息已經越來越疲乏了 已經越來越疲乏了 所以到最後還是回歸到資金到底往哪個方向走 資金到底往哪個方向走 所以近期來看的話美股竟然創下歷史新高 路易斯很為整體資金還是往股市去做一個進駐的狀況之下 台股自然後續就會有機會 台股自然後續就會有機會 那我們回到旁邊來看哦 近期路易斯跟各位同志們報告的是 在11月6號這天 路易斯在我們的盤中 賴群是不是跟各位報告 盤面的架構開始出現一些狀況 對吧 有在我們的一個賴群組的投資好朋友們 都可以幫路易斯做見證 路易斯是不是11月6號跟各位報告 這個地方做了一個 結構上的一個轉變 後續持續拉回 拉回之際同志們留意哦 那拉回來到這個位階 我們目前的格局是什麼 11月14的盤後引一 路易斯跟各位報告不用太過悲觀 不用太過悲觀 他目前有達到初步止跌的第一個選項 就是連續三天不破滴 只要完成第二個選項 就是站上最近的跟黑K棒的中值 就可以視為初步止跌 這個地方是一個上升月線跟大量成交區間的雙重關鍵支撐 所以路易斯認為這個地方跌破的機率並不高 果真週五的時候 補了一根中長紅K棒 漲了75點 漲5來到0.66個百分點 也就是今天收在11525 成交量為1319億 所以這個地方出現一個明確的一個初步解跌訊號 後續怎麼看待 後續怎麼看待 我們先來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在週五的這個地方 剛剛是不是已經站上10日線了 美股的ADR也站上10日線 也就是說他站上所有的均線 所以台積電目前是個多頭趨勢 那紅海呢 紅海目前也走在5日10日均線之上 台股有沒有機會 台股有沒有機會再度站回5日10日均線之上 目前已經在5日之上了 那下週的目標就是站上10日線 下週的目標就是站上10日線 就可以開始有轉強的訊號出現 那目前有初步止跌 既然有明確的初步止跌訊號 上升的月線這地方就是一個關鍵的直升 所以後續路易斯認為台股在這樣子的狀況 這樣子的線型的架構之下 向上推升的機率較高 那法人的動向是什麼 盤面動向的部分是 上升加速高於下跌加速高達233加 那外資這個地方 籌碼是不是回去偏多看待了 在11月13這天 外資開始做一個比較明顯的賣超賣的62.61 路易斯是不是跟各位報告 好我們再看一天吧 我們再看一天的籌碼 隔天外資就回心轉移買了42.4億 週五再度買超42.61億 所以這地方外資現貨的買盤還是進駐 不過比較大的一個 投注碼留意的點是什麼 期貨 期貨的未平倉量 從48476口減為45324口 外資在期貨這部分的減倉代表什麼 外資這個地方期貨減倉現貨買超 這個地方投注碼留意 為什麼期貨要減倉 為什麼期貨要減倉 當然 路易斯錄影的時間是11月16 那什麼時候期貨要結算 每個月的第三個禮拜三 第三個禮拜三 11月20號 11月20號我們的一個期貨要做結算 那結算之前這個地方 它的口數開始做降低 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要換下個月份了 要換倉嘛 要換倉 第二個 這個地方現貨期貨不同步 指數震盪機率較高 這是兩種可能 那目前來看的話 路易斯錄圍 從美股創下歷史新高 我們的一個台股指數 向上推升的機率較高的狀況之下 在月限之上獲得一個強勁的支撐 路易斯錄圍 向上震盪走高的機會應該是比較高的 所以從教育指數來看路易斯錄圍 後續的行情 投資本還是可以多加留意一個震盪偏多的機會 所以加上指數 路易斯給各位投資本有一個結論 目前來到關鍵指跌區域 出現初步指跌訊號 下週的目標挑戰時日線 這是我們給各位投資本的一個結論 那再來看OTC市場 那OTC的部分 近期來講也來到這個季線的支撐 相對弱勢一些 不過這地方有大量成交區間 以及上揚的季線的雙重支撐 路易斯也認為這個地方跌破的機率並不高 初步指跌訊號完成 點續三天不破第一 並且站上黑K棒的中值 下週的目標是挑戰下彎的時日線 以及月線 看能不能快速的站上月線 當然路易斯跟各位報告 為什麼要近速站上月線 月線扣底值目前在這個位置 目前在這個位置 下週繼續往上扣 繼續往上扣 那如果我們最新的收盤 沒辦法站在這個扣底值之上的話 月線即將可能走平甚至下彎 這個地方對於多方來講 就不是一個非常有利的狀況 所以路易斯認為 OTC指數最好就是趕快向上走 趕快向上走 並且站回月線之上 否則月線一旦下彎 對多方來講 將是一個比較不利的狀況 那目前我們的指數走在 月線之下 激線之上 是一個偏多方的一個震盪整理盤 等待盤子轉強訊號出現 OTC指數中小型的個股 自然就具備有表現的機會 所以路易斯在OTC這地方 也是給各位投資朋友一個結論 目前的一個格局 就是一個震盪整理格局 震盪偏多的整理格局 下週的目標挑戰 時日線以及站回月線之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盤面架構的部分 好 類股資金流向 我們來看一下週五的一個狀況 那週五當然多數類股其實是收漲 畢竟大盤漲了70點左右 那這地方來看的話 水泥這個類股也開始往上走囉 水泥開始往上走囉 電子還是要我們關注在電子半導體跟金融保險 那電子這地方站回均線之上 站回五日、十日之上 回到一個多頭的架構 回到一個多頭架構 那在我們的一個半導體的部分 好看一下半導體 半導體的部分也是一樣走在五日、十日線之上轉牆 開始出現轉牆的訊號 而且是有帶量的喔 是有帶量 最後金融保險的部分 這個地方算是一個嘖 嘗試往上空級 不過沒有成功收上去 那下週這地方當然也是一個觀察的重點 所以其實從台灣的三大全值的一個類股當中來說的話 格局沒有改變 還是那句老話 格局沒有改變 是一個多方格局 不過這個地方 如果金融保險能夠站上這個短中期的一個均線之上 盤式將能再度轉為多方控盤 三大全值類股當中 如果全部都是站在一個多方控盤的角度 台股指數當然就是向上攻擊的機會較高 那目前來看的話 等待金融保險向上推升 這個地方就會有助攻的效果 後續行情還是跟路易斯剛剛跟各位報告到的一樣 我們就是一個 拉回後回到關鍵支撐 下週挑戰向上攻擊的一個機會 這是路易斯跟各位報告的一個結論 那近期來講的話 當然我們盤面上來講 有沒有什麼強勢股是值得 投資者們還滿多加留意的 我們看強勢股的部分 好那強勢股部分當然有些比較 比較小的股票 像這個優客比較投機一些 OK 工業電腦的華漢這個地方 紅海的工業電腦的概念 這個地方也上來了 也上廳 OK 市新當然最近很強 市新很強 不過短線上漲非常多 相信投資者們也不敢去做操作 那原相的部分 嘉威前頂國說 建策又上來了 建策上來了 玉太 OK 玉太還有 柏城聯亞 我們的亞太也上來了 好那其實 頭上我看一下這目前的細產業的部分 其實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族群向上 帶量推升 比較沒有一個明確的族群 所以還是一樣 是個個股表現的格局為主 那個股表現 目前的資金還是會鎖定在於什麼 鎖定在於有題材的 有題材的 有營收的 法人籌碼 觸涌的資金就會流向這些地方 OK就會流向這些地方 所以近期來講 我們還是一樣鎖定 我們的一個系統化的選股 系統化的選股 找出有機會的個股 當然路易斯等一下會在我們的影音當 影音之後 跟各位報告我們最新一波的長寶圖 我會佈局最新一波的長寶圖 那投資者們一定要好好留意囉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我們的一個 近期的選股之前 路易斯希望跟各位同學報告一個新的題材 新的題材 什麼題材 路易斯跟各位報告是特斯拉 相信各位投資者們應該對於特斯拉 其實是不陌生了 OK特斯拉做什麼的 電動車嘛 當然近期台灣這個地方也是有做進口 那當然投資者們在路上應該都有多少看過一些特斯拉的車子 那電動車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路易斯認為它其實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其實未來趨勢 畢竟目前我們全球的邏輯還是在於節能減碳 節能減碳 那這電動車的部分相對來講的話 會減少比較多的一個泰盤放量 所以目前全球的科技以車子的廠來說 大多都在往電動車的部分去做布局 當然電動車這個地方 當然它提供了一些很大的優勢 甚至還有自動駕駛的功能 投資者們如果看過一些特斯拉的影片 甚至你目前就是駕駛特斯拉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有一些自動駕駛的功能 是目前一些傳統的車廠比較沒辦法辦到的 所以這個地方有一些題材開始出現了 像是在電池的部分 電動車的電池 還有電動車的像是車聯網的部分 或者是電動車的一些車架 以及它的一些底盤等等 特斯拉近期來講的話 其實是有吸引到市場的資金的目光的 所以如果是認為特斯拉這個地方 竟然是未來的趨勢 搭配什麼 搭配一個蠻關鍵的訊號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特斯拉的K線圖 特斯拉K線圖 在美國K線 從中也發現了 在10月24號這天 直接跳空大漲了17個百分點 當然是因為財報好於預期 財報好於預期 所以一路的震盪走高 這個地方現在已經來到了352美元 那我們來看一下比較長線 特斯拉的高點在哪裡 特斯拉高點在前波這個位置對不對 那目前來到這個位置囉 同時留意 近期的特斯拉走勢非常的強勁 已經向上噴出 已經向上噴出 那台場的特斯拉概念股有沒有機會? 特斯拉的營收好於預期 代表說它的車子 銷售狀況比預期想的還來得好 那比預期想的還來得好的話 台灣的相關的概念股有沒有機會? 投資嘛去思考喔 為什麼特斯拉營收會好? 就是因為車子賣得好 那車子賣得好 像下游供應鏈叫貨的力道 是不是就會轉為強勁? 所以特斯拉這地方 路必勝為是你近期在超商 可以多加留意的一個方向 當然我們這一波的長寶圖 其實裡面藏有一檔特斯拉概念股 其實裡面藏有一檔特斯拉概念股喔 所以如果你認同特斯拉 這個股價相當推升 可以帶動供應鏈這個邏輯的話 那我們的長寶圖裡面 你就應該好好去做功課 你就可以好好去做功課 當然我們精選群組的好朋友 你就留意路易斯的一個訊息即可 好那我們來看近期我們跟各位投資者報告到的 個股的部分喔 好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近期跟各位報告到的 6269的台郡 那台郡這個地方 憑蓋股的部分 近期來講陷入一個正常整理的格局喔 不過正常整理之際 可以投信你的買盤還在喔 萬一隻只有做小舞座的調節 整體來說 前幾大買超的一個分點跟法人 目前還是一個偏多流暢的狀況 路易森維這個地方 還是有機會 目前來講的話 即將挑戰站上十日線喔 直到往上站上十日線 路易森維台郡就會有發動的機會 我們持股這個地方當然是全數續爆即可 全數續爆即可 沒有太大的疑慮喔 我們繼續看好台郡的表現 那當然之前我們在正當之際跟各位報告 我們去做一個布局機會的 就是4974的亞太 那亞太這地方震盪整理之際 週五創下了波段新高 56塊5 這外資的買盤是不是很穩健 所以不就創下新高了嗎 不就創下新高了嗎 所以恭喜我們所有的投資好朋友們 你一定是獲利的嘛 你一定是獲利的 那你一定獲利的狀況之下 後續行情怎麼看待 亞太的營收其實非常亮眼喔 亞太的基本面是不錯的 那基本面不錯的狀況之下 路易森維後續是有機會向上推升的 畢竟目前的均線是一個多頭發散的狀況 所以這個地方路易森的看法很簡單 持股全數獲利虛報即可 持股全數獲利虛報即可 當然盤中如果有更多的一個即時行情的變化 路易森也會在我們的群組當中做幾個即時的教學喔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防守訓練就在這個位置 我們簡單獲利虛報即可 恭喜所有的投資好朋友們 再來第三檔是2421的見準 那見準這檔個股近期來講 開始做震盪拉回的狀況 震盪拉回 那我們在這天跟各位報告嘛 我們是不是在這天跟各位報告 11月14報告 因為這地方法人還在做布局喔 那隔天 欸 法人是不是做一些調節的動作 不過如果投資我們仔細看一下 他的一個分點的一個狀況 分點籌碼狀況會發現 欸 前幾大阻力還在吃貨喔 欸 前幾大阻力還在吃貨 這地方我們還是一樣 簡單防守我們大量成交區間 沒有跌破的狀況之下 見準這檔個股我們持續上看即可 OK 我們持續上看即可 那近期來講的話 我們有跟各位投資我們報告到 我們在我們的一個 上一波的長髮圖當中 我們在金錢群組 分享一檔個股 是不是悄悄創下新高了 那檔個股 今天就直接跟各位投資我們報告 3078的僑微 3078的僑微 我們跟各位報告之後 震盪走高 在週五再創波段新高 來到28.65 外資在買 投資也在買 大物充碼比率攀升均線多頭排列 那這檔個股不就是創新高了嗎 不就創下波段新高了嗎 所以這檔個股 我們怎麼看待 當然我們就簡單獲利續報即可 當然恭喜所有我們的一個 競選群組的好朋友們 我們繼續看好他後續的表現即可 各位能夠的知性 路易斯也會在我們的盤中做即時的分享 投資朋友們只要簡單續報就可以囉 當然我們還有另外一檔的一個 長寶圖 還沒有做調節 還沒有做調節 也還沒有拉出一個明顯的價差 不過格局是不錯的喔 格局是不錯的喔 我們還是繼續看好他後續的表現 那再跟所有的公益群組的好朋友做個分享 好 那我們來回答一下 我們投資好朋友們 在我們的一個公益群組當中 問到的一些持股上的問題 當然近期盤勢震盪之際 路易斯還是希望可以跟各位同學報告 我們要做太弱留牆的動作 我回太弱留牆 好 那我們來回答一下投資好朋友的問題囉 第一檔個股3038的全台喔 出空面滿長這部分 近期來講的話 外資再買 外資買了1013張喔 這地方其實打了滿久的一個平台 這地方打了滿久的平台 目前來講五日十日二十日都是上彎的 路易斯跟投資們報告一個防守區間 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沒有跌破的話 路易斯認為全台戰格 我不需要太過悲觀了 整體來說格局還是一個盤整盤 這個地方雖然出了一個小紅KL 不過季線目前的扣底值扣在這個位置 近期如果拉升狀況的話 路易斯認為季線只要能夠成功的上彎 這個地方就有機會轉為一個多方的一個排列 所以近期算是蠻關鍵的 如果多方要攻擊 如果多方要攻擊 近期來講算是蠻關鍵的 所以戰格有路易斯認為 你只要關注在這個大量成交區間 沒有跌破的狀況之下 路易斯認為你還是可以繼續續報 你還是可以繼續續報 再來1519的華城 那封電概念股的部分 近期離岸封電這地方 其實是有一些題材性的個股 但離岸封電大部分的人都在討論什麼 世紀綱嘛 9958世紀綱 不過世紀綱之前這間外資有在買 投信也在買 不過近期都有在做一些調節動作 股價也走弱 所以 離岸封電這個地方 路易斯認為 沒有買盤進駐的狀況之下 那路易斯不知道你目前的持股狀況 不過我還是跟您報告一個防守區間 下方這地方是一個大量成交區間的防守 這地方沒有跌破的話 路易斯認為不需要太過悲觀 畢竟目前的一個月線機械都是上揚的 震盪整理之際 中長線還是有機會上上走 還是有機會上走 不過目前從抽馬來看 沒有明顯的一個進駐狀況之下 路易斯認為這兩個人可能 震盪的機率較高 震盪的機率較高 不過這個地方大量成交區間沒有跌破的話 也不需要太過悲觀 OK 跟你做個分享 那第一場個股是904的寶城 那寶城這檔個股的話 嘖 哇 外資賣了5415張 外資在做調節 那外資在做調節的狀況之下 這檔個股 嘖 大量成交區間大概在這位置 那這檔個股其實它的 因為股本比較大一些 所以這地方震盪值 震盪的一個機率較高 它不是一個會狂噴猛噴的股票 那這位置來講的話 路易斯跟頭上我們報告 外資是不是在做調節了 那大戶重環比率又盤升了 這地方大戶跟外資的方向是不太一致的 那這個地方我們還是根據技術來做個分享 當然成交區間目前在這個位置 中長線來看的話 我們的一個季線依然是一個上彎的 不過月線目前在這個位置 月線即將扣底相對低 近期來講的話 路易斯認為 保存只要能夠在這地方做一個震盪值能力 月線還是有機會上揚 還是有機會上揚 不過還是一樣我們在操作 不需要預設一個立場 我們管理好大量成交區間的防守位置 這地方跌破的話 路易斯認為保存陷入震盪值能力的機率較高 所以這檔個股路易斯跟頭上朋友報告一下 他的一個防守區間 再來 3227的原項 原項大漲喔 盤中還打到漲停板 那這檔個股當然 他的一個營收狀況還不錯 營收狀況還不錯 10月份的營收創下了一個歷史新高的好成績 所以營收亮眼的狀況之下 法人近期在這個震盪著你之際 在做什麼 是佈局 是不是都在做佈局 都在做佈局的話 推 就會向上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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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有基本面的 所以路易斯認為這檔個股 後續來講的話 中長線大概就是向上看 當然就是向上看 那目前來講的話 這個大漲成交區間沒有跌破的話 路易斯認為原項這檔個股當然就是偏多看 沒有太大的疑慮 OK恭喜 投資好朋友們 你應該是獲利的喔 OK你是獲利的 好那再來 下一檔個股6426的 統心 光通訊的部分 那光通訊來講的話 近期外資 統心確實有進場在做買超 那週五的時候 是不是出一根十字紅K 那十字紅K 盤後籌碼怎麼顯示 外資是買了206張 那外資為什麼在這個地方要買 過高了還在加碼 代表說 後續是不是要看更高 後續要看更高的狀況之下 路易斯認為6426統心 目前來講的話 這地方盤正也將近盤了三個月 那盤了三個月之久 路易斯認為這個地方 竟然出現一個明顯的突破訊號 那隔天收了一個十字線 法人還是偏站在買方 法人還是偏站在買方 所以對身為這場個股來講的話 目前還是一個看好的狀況 手穩好這大量成交區間 外資投信大戶都在做進駐 這場個股當然可以持續續爆 沒有太大的問題 恭喜投資好朋友們囉 再來8081的智欣 那智欣來講的話 這場個股近期限度增長持能力 外資都在做調節 投信銷賣 大物充滿比率持續下降 所以從往面來看 不是一個太漂亮的格局 那目前來看的話 均線這地方 月線季線還是上彎的 月線季線還是上彎 不過短線上來講的話 這地方是比較弱一些的 上方也是 這地方也是有一定的套牢的賣壓 所以路易斯認為 目前的一個大量成交區間 大概在這位置 大概在這位置 這位置沒有跌破的話 路易斯認為 至新檔個股 你還是可以繼續看 你還是可以繼續看 不過如果真的跌破狀況出現 路易斯還是建議 我們的投資好朋友們 你該事實地去做調節 該事實地去做調節 保護還你的資金為主 那中央檔是2421的見準 那當然這是我們剛剛跟各位報告到的 一檔個股 2421的見準 那近期路易斯剛剛已經跟各位報告過了 外資實在做調節沒有錯 不過前幾大的關鍵主力 依然是握有多單 以前握有多單的 所以路易斯認為 反而還是一樣握有多單 整體來說格局 還是向上的狀況之下 投資好朋友們 你在操作上 你在操作上 還是可以偏多看待 還是可以偏多看待 所以在這部分 路易斯認為不需要太過悲觀 我不是太過悲觀 我們一樣持股只要防守好 我們的大量成長區間 有憑有據地規劃好我們的風險 後續當然就是追求獲利 就是追求獲利 這也是路易斯一直跟各位投資 我們報告到路易斯的理念 控制有限的風險 追求合理的報酬 控制有限的風險 追求合理的報酬 所以如果你認同了 當然歡迎加入我們的一個 系統化選股的一個團隊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獲得更多的一個 即時的一個分享的一個輔助 跟幫忙的話 路易斯認為我們的精神群組 應該是可以在盤動的時候提供你 更多的即時的輔助以及幫助 所以這地方當然歡迎投資朋友們 來做加入 那當然感謝我們所有的投資朋友們 一路以來一直支持路易斯 一路以來一直支持路易斯 那我們在11月23日 11月23日也就是在下週六的部分 路易斯有一個在群一期貨的一個說明會 在群一的一個說明會 那說明會當中其實路易斯這次要分享的是 這三個小時的系統化建構選股策略的內容 包含了各股期貨的交易入門 所以這地方路易斯當然希望在我們的一個 演講會當中可以見到所有的投資好朋友們 我們一起來聊聊股票 我們一起來聊股票 一起來學習 當然如果你有一些系統化選股的問題 或者是你想要對我們的一個策略 或者是我們的思考邏輯 有更多的了解的話 當然路易斯歡迎所有的投資好朋友們 來我們的一個現場 跟路易斯做個交流 那我們的報名連結都在路易斯的粉絲專頁上面 所以對於我們的一個演講會 有興趣的投資好朋友們 當然歡迎來我們的一個 演講會現場跟路易斯見面 那我們當天也會 給說來我們現場的投資好朋友們 一個波段的選股策略 波段選股策略的參數 讓投資好朋友們在掌握大波段上 可以有適當的一些邏輯跟選股的策略 去做操作跟選股 所以如果你認同的 當然歡迎加入我們系統化選組 路易斯也會在當天跟各位投資好朋友們 做個三小時的一個報告 一起來學習 一起來學習 那祝福各位投資好朋友們 我們下周見囉